顺化是越南最后一个王朝卵巢的皇城 来到中越 顺化是一个庇游城市 顺化主要以卵巢留下的古迹文明 是由克洛伊不绝的古都 景点除了最知名的顺化皇城 其他较为知名的还有天老寺以及齐定灵 明明灵 四的灵等三座皇陵 几个景点都有些距离 所以若想玩遍所有景点 比较理想是安排两天或三天的行程 并在顺化市区住宿一晚 我们这次在顺化的时间只有一天 所以安排了由縣港出发 前往顺化皇城 天老寺加上齐定灵的一日游 縣港往顺化有两条路线 跟团为了节省时间汇州海云隧道 2005年通车的海云隧道 目前是东南亚最长的隧道 长6.28公里将交通时间缩短为7分钟 因为隧道太长的关系 运游的卡车和摩托车都禁止死路 如果是骑摩托车来的人 可以买票搭壳载运机车的卡车 或是选择走海云关路线 海云关山路 英文叫做Ohivan Pass 某旅游出版社将它列为世界十大梦幻 试驾路线的第四名 可以经过海云关 凌湖湾 但得通过45分钟车程的九湾十八拐 海云关是越南中部的天线 山顶上云海交汇 所以叫做海云关 这个位置居高零下 是看海岸线的好位置 山顶有个古城门海云关口 本来应该是拍照的好位置 可惜我们来时正在施工中 凌湾是送话与县港交界处前的一个海湾 从海云关路上望去 山人起伏 云雾缭绕 凌湾曾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人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 无论走的是哪一条路线 下一站都可前往历安潭 历安潭位于海云岭山脉后面 是被沙洲围绕的西湖 湖水有着渐层颜色 风景相当漂亮 蟹湖岸边摆了不少拍照用的摆设 近年来成了网红打卡的圣地 拍起来好看 不过若是请人帮忙拍照 可是要收钱的 历安潭的蟹湖也是当地人养殖珍珠的地方 当场可看到采集珍珠实况 刚才我们在水里看到一根根直立的木头 就是用来固定牡蛎养殖珍珠的 要养上几年 行程的色泽有谁自决定 我们现场看到的是正在采集牡蛎 使用的废轮胎养牡蛎 拉上来以后把轮胎扭一扭 牡蛎就掉下来了 装在蓝子里带走 旁边店家不多 除了卖珍珠就是一家饮食店 自己来的话 喜欢看戏湖也可以坐下休息仪会吃点东西 价钱虽然贵了点口味还是可以的 我们在顺化的第一站是麒定铃 麒定铃又称硬铃 是最漂亮的黄铃 也是重化黄铃中最小的一个 齐定帝卵福郡是卵巢倒数第二个皇帝 在位只有九年 但齐陵墓却耗制最高 动员能力最多 以至齐定铃最终耗时十一年 到他时候两年才建造完成 齐定帝是出了名的崇洋媚外 非常喜欢外国的东西 建筑风格融合了中国与法国的特色 与一般所见的黄铃相当不同 光看入口处的雕龙阶梯 就可以感觉到齐定铃的华丽 阶梯之上左右两边是两排兵麻油 这些都是真人大小 走到这可能觉得他们怎么特别还小 原来齐定帝本人身材娇小 只有150公分 但皇帝是九五之尊 身边的人一定不能高过他 前面在网上又有个阶梯 上面就是皇帝临请天成功 走上阶梯 回头看看 身景非常优美 看来这里风水真是不错 主题建筑天成功 建造的材料都是由中国 日本等外国进口 所废不知 建造时由于消耗太大 后期为了支付预算 对人民加税20% 引起人民很大不满 现在开放给游客观光 不知道能不能把当年花掉的钱 都赚回来 天成功的主店是启程店 来到店内 这里更是雕然玉器 金币辉煌 连墙上的图像 都是有打破的酒瓶和池吻连上去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启定帝时的精心设计 有些人说 他可能不是好皇帝 但应该是个好设计师 天花板上的降龙水墨画 虽然是水墨画 中式建筑里 其实很少有画在天花板上的 收视建筑的概念 关于这幅画还有个小故事 原来画家当时是用脚做画 启定帝发现时相当生气 因为这是对皇帝不敬的行为 后来画师解释 因为天花板上做画 画太大了必须要站着才能看得到 所以不得不用搅画 因为除了他也没人能完成这幅画了 皇帝也只好游他去 据说这幅水墨画的颜色仍是原装 至今颜色没有改变 但也没有人知道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启程殿后方的请殿 供奉了启定帝的等身像 矮小的皇帝四周金币辉煌 铜像位于地面以上九尺 象征皇帝久悟之尊 一般的皇陵中 外人是无法确知皇帝实际埋葬的位置的 不过在启定帝中不同 由于启定帝是法国人控制的傀儡皇帝 启定帝的葬礼也是由法国人举行 所以我们明确知道他就埋在寝殿中央 如果对启定帝本人感兴趣 旁边的小房间里有不少历史资讯 启定帝其实不是个受欢迎的皇帝 他在此时受制于法国控制 厚满洲国的溥一样只是个傀儡皇帝 然而他本人过着奢华生活 相当爱美 喜欢华丽的西式装束 吃西餐和洋酒 当时就被批评是重量媚外 又为建造启定皇陵耗尽国库 顺受当时爱国人抨击 不过无论启定帝本人功过 耗时11年修建的启定皇陵 在越南建筑时的地位 远远超过启定帝在历史上的影响 旅行团在 Abuyeth Foo Downly餐厅午餐 餐厅在顺化市区外 启定帝陵附近车程两分钟 来时的看来大多是团客 我们本来对食物不抱期待 不过口味比我们想象中的好吃 这间餐厅的特色其实是外面的造景 据说是模仿皇城 睡完以后在外面稍微走走 看看造景也蛮有趣的 午餐之后继续驱车前往顺化皇城 在这里行程有两个选择 一是全程搭车 另一是加价10万吨大龙船渡香江 香江贯穿顺化 是顺化的命脉 据说软潮皇族成龙船游香江 所以如今也成了观光学头之一 以中越的消费 船票价位蛮高的 不过既然来了 多数客人想要乘船 我们也跟进 岸边的渡船船只都是龙生的造型 渡船简单的在船上放了几把塑胶椅 可以随意移动 船只虽然简陋 在轰轰船身中欣赏和尚风光 也相当愉快 船一路往下一站天老寺方向执行 途中经过古时的皇城汉寺中心 天老寺位于湘江北岸 是越南最老的佛寺 有400年历史 传说中阮朝开国皇帝阮皇 因为听闻传说有老父经常在此预言 将有真命天子来此建朝 阮皇自认自己就是真命天子 但却找不到这位老父 因此新建寺庙以纪念他 命名为天老寺 天老寺码头风景颇有诗意 我们从岸边时机而上 首先建到21公尺高的浮原塔 浮原塔是阮朝第三位皇帝所建 造型是八角形 共有七阶 象征七级浮屠 往内走 看到山门上扁而写着灵老寺 这是因为寺得皇帝时担心天赐犯的上天明慧 所以改为灵老寺 以求改变当时诸事不顺的运气 不过据说改名后并没有什么变化 又改回了天老寺 而且林老寺中文听起来 就蛮像在骂人的 穿过门后走进大殿 前中后各供了未来 现在 过去三世佛 弥勒佛在更庙宇中总是站在最外 又象征学佛要先喜乐的意思 室内一台蓝色老爷车 出现在古色古香的寺庙里有点突兀 原来这是天老寺驻十四广德曾坐过的汽车 是广德在1953年南北越分裂时期 为了抗议当时南越政府打压限制宗教自由 开着这台车到胡志明市自焚抗议 当时曾引发国际关注 主店后方的广场即使是跟团来 人洋溢着宁静的气氛 感觉特别适合沉思 广场末端有座较小的塔 导游说绕着小塔绕三卷 就能裁员广进 导游并讲了个小故事 说天老寺建议情侣最好不要一起来参观 语音是一个民间传说古代曾有一对情侣 因为家世全数无法结合 相约头江殉情 但后来女子被人救起 男子命上黄泉 男子鬼魂原本留在江边等候 却没等到心爱的女子回来他身边 直到听说女子决定定嫁他人 还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鬼魂非常生气 之后这个鬼魂到天老寺住下来 但他一看到情侣就会愤而拆散他们 顺化皇城坐北朝南 南澀路口就在湘江边 皇城门口有几尊大炮和旗台 顺化皇城是越南的紫禁城 暖朝从1802年至1945年间将顺化设立为都城 顺化皇城的建造始于第一位皇帝加龙皇帝 29年后才在其第二任皇帝明命皇帝时完工 皇城由护城河和厚厚的城墙环绕 于1993年列为世界遗产 参观路线是由靠湘江一面的五门进入 五门外有护城河 有着皇城的气派好看 五门上其实有五个门 中间的门只有在特殊仪式时皇帝走过才会打开 一般只使用其他四个门 两个较大的侧门左边攻文关 右边攻武关进入 两个较小的门攻士兵 动物 货物之类通过 都是相当有规矩的 1945年 末代皇帝就是在五门前宣布退位 进城后里面还有几公里的路要走 毕竟是皇城 范围广大 进入我们后世时期的大广场 称为大潮仪 是举行重大庆典的场所 想象朝廷王五百官站在两边开朝会 皇帝从中间大到气派走来就对了 广场上看到这动物铜像 据导游说是没有英文名字的神兽 不过感觉很像中国的麒麟 据说它会惩罚贪官 有正邪的作用 主电太和电正在维修 只好希望未来有机会再来了 继续往前走 很多地方都破为空旷 因越南近代受抗法战争 越战摧残 宋化皇城不少主要建筑也在当时毁于战争 据说大片空地本来是皇上寝宫 只能说宋化皇城保留了战争的伤痕 接着我们前往士祖庙 士祖庙是供奉历代皇帝的地方 卵巢13个皇帝 却只有10个供奉在此 因为其中有三位是被迫退位 里面不能照相 不过在这里可以好好了解卵巢皇帝的事迹 像是第一任皇帝虽然是卵巢开国皇帝 历史评价却不怎么好 第二任皇帝明命帝是公认的好皇帝 在他的治理校卵巢达到盛世 国境扩张到今日的辽国与柬埔寨 内城的静明楼 风格和皇城中其他建筑不同 显然比较稀释 这是在1932年 因为同姓帝皇后生病 无法住在低爱的建筑里而建 四周环境很漂亮 静明楼内的静太展示 讲的是越南最美的皇后 南方皇后卵又蓝的故事 她是末代皇帝宝大帝卵福田的妻子 据说卵福田对她情有独钟 年轻时回绝了太后 给她找来的许许多多对象 坚持要娶笃信天主教的任佑兰 卫博取任佑兰的欢欣 还废除了皇帝嫔妃制度 保证只有一夫一妻 不过男人的话不能信 结婚几年生了几个孩子之后 好像还是有了新的女人 甚至恢复了嫔妃制度 以至于皇后郁郁寡欢 49岁就心脏病发死了 在静明楼旁边是太后寝宫盐寿宫 后改查试 在盐寿宫内展示了一些皇家家具用品等物 绕进皇城内城 也就是紫禁城城墙范围之内 长廊上展示了不少卵草历史 值得慢慢阅读 顺化皇城非常大 里面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参观 像是月寺堂是宫廷戏院 据说是越南最古老的戏院 最后我们由东边的显人门出城 出城时正好接近黄昏时分 夕阳西下时 护城河旁的景色格外美丽 此时走在护城和旁的步道上 可以感受到威风拂面的凉爽和夕阳的温暖 为一路画下句点 更多心得和相关连结 我们放在叙述栏中供大家参考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时空旅人杂技的YouTube频道哦 欢迎订阅时空旅人杂技能